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的電話 初選民調就要開始了 那新人他們想辦法要爭取曝光 今天就有三位參選人聯合造勢 雖然三個人的來頭都不小 可是談到黨中央對初選的一些規定 新人卻忍不住抱怨說席次不公平 老將躺著選也選得上 這個好市府團隊是 他的施政分數是六十二點七分 那臺北市長好龍斌 施政滿意民調做文章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黨內初選即將展開 新人絞盡腦汁拼曝光 在交叉分析裡面 中立選民有30.5%會支持蘇貞昌 僅有19.8%會支持好龍斌 也就是說蘇貞昌在中間選民 是滿有吸票的能力的 在談好蘇對決就是要媒體聚焦 大安文山區的趙世聰 父親趙首博是黨內大佬 內湖南港區的黃子哲則是立委張孝妍的辦公室主任 曾文培家中從商政界關係良好 但這次決戰北市議會還有回國老將 新人要出頭可不容易 我們在提名的氣勢就已經輸給人家了 這四席其實老實講以國民黨如果在士林北投區至少五五坡的情況來講的話 我想四席如果真的是不管是誰應該都選得上吧 然後蔣乃馨去年不選立委選上以後其實有三席的信任空間 在提名作業上多出了三個席次 民進黨是多提兩席 國民黨只多提一席 等於沒有多提啦 那這樣子他們就等於說黨部有個思維 他可能自動把一席讓給民進黨 或者是其他認為他泛藍的其他政黨信黨或親民黨 常常覺得有疑媚的互訪嗎 Depends on 這個交給市民評價啦 當然在我心中我認為 這個某些狀況時候會發生 三星連線 真是好選擇 五度選戰漸漸白熱化 市議員選情跟著加溫 有些市民休閒張兆華看不到